好 刚刚在立法院这边有最新消息 我们来关心 那么今天针对了核四议题 下午有协商结果决议 就是核四公投之前 不会追加任何的预算 不会放燃料棒 那么另外之前已经发包的工程之外 其他都会暂停发包 这刚刚传的最新消息 不过我们来看看 现在台电似乎就为核四来护航 他们就说 如果停盖核四的话 以后大家电费都会增加 而且电费万一增加 至少要增加四成左右 还说将会有缺电的停电危机 好 我们来看台电怎么说呢 他们说如果核四不商转的情况之下 2015年的时候 到时候大家电只剩下7.4% 会有缺电跟限电的危机 不过立委就马上戳破了 他们说其实到2025年 还有10%到21%的电 也执意根本就是台电 要来吓唬民众的 麵包热腾腾出炉 美味扑鼻 经营面包店老板对抗高电价 把传统灯具通通换成省电的LED灯条 中秋年前高饼出货量暴增 也特地选在电价比较便宜的晚上 加班赶工 这么省每个月电费还要三四万 听到电费还会再涨 差点崩溃 那所有成本要自己吸收的话 那相对是很辛苦的 不满台电吃定小老百姓 核四工房台电搬出发电成本分析 现行每度成本两块钱 预计核四完工后能降到两元 相较新建燃煤发电厂 每度成本2.5元 新建天然气4.7元 核能是最便宜的 还说一旦核四停建或者不商转 损失的2838亿都要全民买单 尤其电价会因此调涨四成 立委跟专家都提出质疑 美国现在所有使用的这些成本 来算起来的话 核能不是最便宜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核能是最便宜的 是台电公布的数据 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台电的所有的数据 是他讲的都算 呼吁台电说清楚 例如核四不商转情况下 用电的备用容量率 台电说到2015年 只剩下7.4% 会有缺电跟限电危机 但立委资料显示 到2025年还会有20% 根本没有缺电问题 戳破台电是故意吓唬民众 与其搬出涨电价位 核四护航 不如诚实面对千疮百孔的核四问题 三菱新闻领养会文凯成 潘兆文文昌台北采访报道